這個春節假期就開始變成 跟我們見到Christmas都一樣 都是大上大落 你看看歐元 我們放假那天跌到日落 歐元是在做1.13 即是美元升 但在上一個星期 即是整個春節假期之前 美元出現過一個大跌 導致歐元由1.13抽回到1.15 我記得我們節目中看到又下跌 但整個農曆年打回原來 而且跌得很快 差不多歐元下跌1.13 大家要知道 即是美元在出現大跌上升 厲害 美金可以說真是 怎樣說呢 你真是要給我馬牛炮一下 大家自己去看我們的金匯策略 我在金匯策略的 即是我們未完之前的四天 星期四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可能是黃金最後一次上升 結果當然你看到我金真的上升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上升到1.330 因為我們走的都是1.320 但這次到不到呢 但如果你看看美元指數 在過去農曆新年這麼多天 可以說升得比較快 而且很快就已經去到相對地較高的水平 當然大家可以留意上上個星期五 他公佈完失業率之後 似乎出來都不是有什麼重大的利好 或者是利探 只是有兩邊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根據我們所說的做法去做 如果我們看看上個星期五 有 有個兩邊法的動作 歐元最高上去1.14的7.0 開會前下1.14的1.16 即上下大約50點左右 如果你擺市 如果你擺STOCK再做 利潤都不算太多 不過之後開始 美元就開始發力 一直這樣跌 去到今天就有些東西玩了 看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第一 春節假期可能已經對外匯市場 原來現在已經開始有影響 跟以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以往我們認為 春節假期對於外匯市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相關關連 但今次很不同 現在我們見到歐元 已經又再次回到我們所說的 一些比較重要 但現在看這個趨勢 雖然今天是星期一 但看這個趨勢 應該應該會繼續下落 但空間就不是太多 究竟今天是先跌後反彈 還是繼續下跌 就會成為了今天都相當大的關鍵 而且今天出現的機會相當高 聽清楚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今天應該會試下去 接近1.1.2.90 即是試上次 這次應該算是三底 因為上星期四 星期五 這個動作似乎都在儲力 讓它再次插下來 但今天插下來是插穿 但插穿而我也會覺得 它很有機會又會做反彈 即是說今天我覺得 如果今天大家想試試 可能兩邊都可以考慮試試做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想得上接近 現在正在做1.1.3的24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得上 上個星期其實不是很高 大約1.1.3的35到38 你可以考慮沽歐元 看下來1.3邊甚至乎1.2.90 或者薄它穿一點點 如果真的穿 因為上次最低是1.2的88 我計算是1.270 看看這裏有相差多少 可以有少少推敲 可以讓我們做一做 是 可能感覺很遠 但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考慮 我們就根據它上一次 上到1.560 下來1.280 這一下 再計算今次 就是1.5的1.4 即是這裏已經上了60點 所以導致如果今天 1.1.2的70 頂不住的話 有機會落到1.2的33 如果今天是穿頭破腳的話 我會考慮建議大家看到這個價 但是肯定大膽嘗試試賻買 即是如果你看见1.2的40 你嘗試買賻雜 我認為今天機會很高 是先跌後反彈 不過跌會有多少深 甚麼哪 Zack 何謂好心呢 好心就落到…不是人好不好心 是比較跌幅再增加多些 去到112的33 比上次再跌多40點 有的我建議大家試試反手薄反彈 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見解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有些類似這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上次25日那一天 試過的就是抽完上來之後 再插一棍下來 才做到112的70 原來才反彈 如果今天可能會是這樣做的 所以很希望大家 盡量試試 參考這一部分 我看看 可否指出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位置 大家看看可否 好像我這樣 捉到這個 或者出現這種 所謂市場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現在 箭嘴指著這個位置 大家留意這一天的變化 看看今天會否像這裡這樣走 OK 大家有得比較 那一天是由114的齊頭 一直到112的 六零的 即是八幾點 今天會否走這個樣子 這裡走了兩次 一次下 反彈一下 再下深一點才上 我覺得機會很高 我都覺得相當之似 挖給大家看 大家勾完自己去撿山 跟這個樣子去看看 日圓 日圓 雖然又是有個循環 但幅度不算多 最低落過108 70度 上面最高上過10 但是我想今天還是會橫行 因為美元相對 還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你說 美元 對日元 就未必可以有太大的力量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我會這樣建議 如果有機會 因為 因為美元強而拉上去 令到日圓再試得接近 110的10 即是這裡 110的10 我都建議大家可以沽頭 下面大家就看109的60 都不少 這裡都150點 大家可以 日圓可以兩邊都做得 現在 這個磅 這個磅反而是跌得慢了 雖然都是相對較低129 上次最高上過1319 差不多132 但現在 似乎都會跟 美元做好 而會繼續走弱 如果要做英鎊 這個磅反而是跌勢 兩個位置 一個是280 一個是280 大家可以看 你可以考慮在這兩個角度反彈 但如果想反過來沽 最好看是接近1.3 1.3沽 兩邊都20點停 今天會試部份就差不多了 今天呢